近年来休闲旅游形态转变 越来越多庄园主打可爱动物区 吸引亲子游客前来体验 位在秀林家湾的回南湾景观餐厅 就赤字将近千万元打造了可爱动物园区 有全花莲唯一的水豚君、笑笑羊、梅花鹿、羊驼、湖蒙等 搭配着山水湖畔造景 目前都是免费开放给游客来体验的 可爱的草泥马看到牧草马上凑过来要吃 水豚君也是 头顶着橘子还可以用力的啃木草 还有整张脸黑黑的根本看不到眼睛的笑笑羊 这么多可爱的动物就在秀林家湾的回南湾景观餐厅可以看得到 近几年动物越来越流行 包括水豚、笑笑羊、跳跳羊还有羊驼 就是很多客人喜欢这些动物 包括现在亲子的餐厅意识开始抬头 希望大家来餐厅吃饭不只是为了要吃 而且也希望可以跟有更多娱乐可以在餐厅进行 所以我们老板有引进很多特别的动物 而且因为这些动物在花莲比较少 所以希望透过我们这些动物可以让花莲更多的乡亲 可以接触到特别的动物 不用大老人跑去西部或者是宜兰 而反而我们花莲就可以跟一些可爱的动物做互动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我们的水豚菌 我们现在有九只水豚菌 然后前一个月刚好到了新的笑笑羊 然后还有那边有无蒙 然后孔雀的话就后面有梅花鹿、跳跳羊跟羊驼 还有碗熊 大致上就这些动物 其他还有害羞的梅花鹿 一直抢着开瓶的孔雀、白孔雀 成双成对的鸳鸦 在湖中悠游滑水的黑天鹅 以及调皮捣蛋打架打不停的小胡蒙 搭配蓝天、绿山还有湖畔造景 绝美的场景成为时下网红最爱的拍照热点 目前回来湾景观餐厅的可爱动物园区 是免费开放参观的 欢迎游客赶快前来体验 这里会秀音箱报道